今天我請Kan來給大家示範正確的上駁動作 首先我會示範幾個錯誤的動作 當你做上駁的時候 人們捱後了而推走了巴錶離開自己的身體 都是錯的 記住千萬不要推走了巴錶 巴錶是要貼住身體 就不要被你推走了 正確的動作就是 接觸了然後向上 drive 巴錶是很貼自己的身體上的 巴錶是絕對不會離開自己的身體 你要記住放鬆自己的雙手 用腳 drive之巴向上 就不是用死力拉之巴向上 大家會見到雙手是放鬆和伸直的 完蛋 drive之後 雙手跟著的momentum向上升 記住千萬不用太早用手法力 如果你太早曲手的話 就用不完蛋 drive 即是用不完腳的力量 如果接觸點太低的話 也都是不對的 垂直雙手的時候 那個位置就是你的接觸點 你必須要接觸點才向上 drive 還有你看到我的人是垂直向上升的 你會見到我的身體是不會挨後了 也不會推走之巴離開自己的身體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接觸接觸接觸 接觸了然後才做上薄的動作 如果未接觸而上薄的話 都是不正確的 正確的技術就是接觸了然後才上薄 你看到我的人是向上提升的 整個動作只是up and down 是不會有前後的movement 希望以上的提示可以幫助大家改善上薄的動作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請like和share 多謝大家